Hello 终于可以不用拯救拯救者了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台神舟战神改了水冷 这个水冷应该是后装的吧 战神的Z8还是比较新款的一台电脑 机主跟我描述的问题是显卡功耗检测不正常 但是怎么开不了机呢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什么情况 电池没电了 我找个电源插上去试一下 哎 灯亮了 但是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 不开机 哎 不是说修功耗的吗 灯都不亮 什么情况 电源指示灯是有亮的 充电灯也亮了 就是开关灯不亮 屏幕也没亮 我试了好多次 依旧是没有点亮 我们先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据机主描述呢 这是一台在其他地方检测过的电脑 只是检测了 但是没修 因为这边报价更便宜 所以呢 就寄过来了 说实际上 说实话这种情况 我呢是有种不祥的预感的 打开后盖 我大致看了一下 电池先给它断开 这个位置是有焊接过的痕迹的 刚好是显卡的功耗检测芯片这边 EC呢 没动过 我先检查一下它的开关 别放了什么小二科的错误 打开键盘 可以看到开关排线果然是没有接上 哎呀那还好 问题不大 我们把开关排线接上去 再来试一下 它说是功耗检测不对 那应该是显卡功耗芯片的问题了 这 哎 哎 难道是另外一头也没插吗 我测一下 哦哼 开关是好的 按下开关 有触发信号给到主板 不是吧 这个电脑据说是发货前 还是录了亮机视频的呀 这 这到我手就就这样了 这要是操作的不好 岂不是说不清啦 放个电视一下 拔一下小电池看看有没有希望 还是一样 按开关呢 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电流也没有变化 这就不好玩了 我是来修功耗的吗 怎么成这了样了 我先把主板给拆下来看看吧 看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大致看了一下 看着还行啊 三大件也都是没有动过的 这 我罗板试了一下 罗板呢依旧是不上电 并且我测组织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这边呢 有个CPU供电组织转路的 这个是蓝桥和CPU一体的 CPU核心供电组织也有点低 这个是12代的U 按理来说不应该这么低 待机供电35V这边我测着倒还行 没有短路 但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小电感 它就不对劲了 这是1.8V的供电 对地组织也很低 我东测西测 我发现背面 在这一排的供电转换芯片上面 这个3.3V的供电 同样也是对地短路了 这个3.3V是直接进南桥的 这还修鸡毛啊 先给它放一边 看一下鸡竹怎么说 我们来拯救另外一台J8 神舟啊 它的这个型号秘密啊 很迷 同样也是J8 这个J8呢 它好像分了十几款 各种配置都有 所以呢 像我们问神舟的故障 都不问型号了 直接问配置 你跟我讲型号 我真没印象是哪一款 你说配置我就知道了 这一台呢 机主说是掉电 也就是开关灯反复重启 按了开关 确实可以上电的 诶 这 这没重启啊 这不亮了吗 你俩怎么回事 一个说能开机的结果 却不开机 一个说不开机的结果 却能开机 说的好好的 没有任何反应 无法开机 那这 这不是开机了吗 最近啊 我就老是碰到这样的电脑 说是不能开机 各种花里胡哨 说的天花乱坠的问题 但是一到我手里就乖得很 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这种情况 好几个客户都给我挤眼了 先放一边看一下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拯救的 另外几台战神游戏本啊 这个呢 是战神的J8 通病啊 就是蓝屏 掉显卡 大家都很熟悉的8691MOS管了 换掉就好 这台呢 也是J7 同样也是通病 蓝屏掉显卡 打游戏蓝屏 自动重启风扇狂撞 就是典型的Blan卡了 由于有这种MOS管的存在 所以呢 导致了比较多的这种问题 也不只是神舟 还有这个雷神 同样的主板啊 同样的模具 这个呢 是G哥 也是8691MOS在搞事情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台J8 这个机主啊 他也懵逼了 明明他发给第一家的时候 是可以开机 就是功耗不正常的 但是人家给他报价 他觉得有点贵 所以就直接转机到我这边来 但是我一上手 就是当当当当 到处短路 给他接个烧机线 我们接个1.8V来烧一下看看 果然最当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CPU的南桥晶体微微发烫 是吧 南桥和CPU一体 南桥损坏就代表整个一起坏 其他地方都不发热 唯独是这一块发热 再只是1.8V 我们烧一下后面的3.3V看看 所以呢 我就不喜欢接这种事情 人家都给你检查了 又不修 现在成这个样子 我也白折腾了 没有赢家 能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烧机电流呢 都不是很大 电流呢 都很低 但是如此微弱的电流 依旧是南桥在发烫 看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十有八九都是南桥挂了 像这种的话 绑仔的CPU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换了 这一个CPU 12代的i7 估计也得一两千块 而且换了还不一定好 万一还有其他问题呢 像我这种在网上拍视频 就经常有人来咨询 在本地看过 然后又来问 说检测出来什么什么问题 多少钱 像这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怕碰到今天这台 这样的情况 像这种情况 我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比如说像这位人凶 V700 闪屏白屏 像这段话我们修过很多了 全部都是屏供电的问题 但是他在附近检测过 说是什么显示芯片的问题 这一款我都不知道 有显示芯片这个东西 它是有直接显卡输出的呀 像这种在其他地方检测过的 虽然结果是乱讲的 但是能修好就行 像这种的话 我们就不太愿意结了 就是怕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 类似的例子呢 比比结实 比如说像这一款R9P21款的 像这种款我们遇到最多的 大部分都是CPU虚焊了 最近天天修这种啊 但是他在本地检测过 巴拉巴拉的坏了一大堆 而且还拍了图片 这个图片我们放大一看 可以看到上面这几个芯片 压根就不是这台电脑上面的东西啊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话说的太明白 说的太明白容易得罪了啊 像这种的话 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再寄过来了 哎 他还是给我寄了 等回头收到了 我们再打开看一下吧 希望不要跟今天这台一样啊 今天就找这两个了 太早的聊天记录 我也懒得往上翻了 像我个人认为啊 修东西我们没必要追求最低价 价格嘛 合适就好 能修好最重要 相差一点点也正常 当然了 我也不是行业最低价 比我便宜的大吧 上闲鱼上一搜 笔记本维修50块钱 七八千块钱的笔记本 修一下只要50块钱 这谁不行动啊 还有就是也没有必要去追求 所谓的维修技术最牛逼 都差不多 我能修好的给别人也能修好 别人修不好的给我也很头大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今天呢 无光维修啊 纯粹是为了讲故事 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指证啊 啊对了忘了说了 我们之前看到第二台这一把 就那个能开机的那一台啊 后面我问了一下机主 他说他可能是寄错电脑了 他有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 我去 今天我算是被玩弄于鼓掌之间了